在有头周期中也有球综合的问题 比如给你这样一串数字 问你前25个数字的核是多少 先来找找周期 发觉没 这里有一个4 但后面却都没有 它肯定不在周期里 所以周期一定是从它后面开始的 如果开头是这个1 下个周期的开头也应该是1 比较一下1的后面 这是3 这是1 不对 那这个1呢 再比较一下后面 都是331 所以周期就是这4个数字 周期找到了 接着算算有几个周期 先去头 还有25-3得22个数字 22除以4 上5于2 也就是说 有5个完整的周期还多了两个数字 这两个数字就是周期的前两个数字 1和3 然后你就可以算合了 一个周期的合是 1加3加3加1得8 5个周期的合就是 5乘8的40 还得加上多出来的这两个数字 算一算等于44 那答案是44吗 显然不对 别忘了 还有头呢 头里是1加3加4得8 所以总和应该是52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在有头周期中 算前几个数字的总和时 特别要注意 头里的数字也要加上 新的问题来了 这有一串数字 前22个数字的合是多少呢 至于有点点 这是5个数字的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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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